我们在官方网站这里的话去下载那个钱包点这里 现在是1.0版 然后点下载 我这个已经下载好了 然后的话给它解压运行一下 运行的话 它这个第一个界面就长这个样子 文件的话就这么几个文件 现在的话我们开始配置 这里的话可以用那个 高级模式那样 钱包运行就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配置一下点这里 我们现在用这个高级模式 放简钱包 这个是那个 租计词了25个租计词 这个要把它积下来的 到了这里的话就是确认那个确认那个租计词 然后把这些空的给它填满就行了 这个这个确认注记词的话已经全部填满了 然后点下一步 这里是要输入密码的 要输入两次 他这的话用钱包的时候 他就会 他就会提示你的 你看这个的话就是刚才收拾的那个密码给它送进来了 钱包创建好以后 他这个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里这个地址的话就是你的那个钱包地址 如果你要用第三方的工具去挖的话 就把这个地址复制下来去挖就行了 现在我要说一下的话 就是他这个钱包的话会自带那个挖框功能的 点这个这个的话就是有那个高级模式下才有的 你看他这里的话就有一个矿工的这个 然后的话挖框模式的话可以 他这个只有一项solo 然后的话 cpu线材的话我们可以用少一点 别别别别用满了 给大家用用这个吧 设置好以后的话就点一下开始挖框 如果他这个挖到了以后的话 他这个 币的话直接会到这里来 就不需要设置什么钱包地址了 因为他本身在这个钱包里面挖 点一下开始 然后他这里图标都变了 现在就开始跑起来了 如果想在钱包里面挖的话必须要是 在高级模式下 如果是说简易模式的话 他这个功能是没有的 因为我刚才已经试过了 行了先这样